Dino学长做了许多关于海外留学奖学金的research 然后悲观地发现 很多海外奖学金 像是日本政府奖学金 2021教育部台湾奖学金 目前已经截止报名了 但是同学 如果你还是想要申请国外奖学金的话 目前还是来得及的哦 你好 我是Dino学长 上一期学长为2020年SPM考生们 介绍了许多国内大学的奖学金 还没有看这支影片的呢 可以点击这边一起来观看哦 而这一期的视频 则轮到我们如何获得国外奖学金 并到海外留学完成梦想 学长自己本身也知道呢 虽然目前疫情也非常的严峻 但是移民局总监拿督凯鲁了 就在这个月宣布 从今年开始呢 收到录取通知书出国留学的学生呢 都必须向移民局申请跨境准证 也就是说学生还是可以出国留学的 那么出国留学 money 钱肯定必不可小 因此呢 学长将为你带来国外奖学金颠哦 在上这支影片之前呢 学长做了许多关于海外留学奖学金的research 然后悲观地发现 很多海外奖学金 像是日本政府奖学金 2021教育部 台湾奖学金等等呢 已经截止报名了 但是同学 如果你还想要申请其他国外奖学金的话 目前的你还是来得及的哦 那每一年呢 SPM成绩放榜之后呢 公共服务部门JPA 就有offer去海外留学的奖学金 当中又分为去就读 世界顶尖大学的奖学金 那我们先来讲PPM吧 那就这个奖学金呢 是给SPM至少获得 9个A plus的学生申请的哦 而他们呢 是可以到英国 或者是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 继续深造 那除了说 你要有好的成绩是一个条件之外呢 身体的健康 以及积极的参与一些课外活动啊 并且通过面试的同学呢 才可以获得这一份奖学金 出国之前呢 当然一定要准备好自己咯 因此当局呢 将会派这个受惠者到 UEM的基金会学院 College 亚亚三UEM 进行培训课程 长达24个月之后呢 才可以进入国外大学念Degree哦 那至于公共服务局 特别课程奖学金呢 则是提供给SPM考生 前往韩国 日本 法国 和德国等等学习的 那念学士研究的领域 其中就包括了 工程 科学 和技术 以及社会科学 那这个奖学金的申请资格呢 是根据不同的课程而定的 学生呢 必须在某一些科目上 拥有至少 5个A的水平 而且英文 还有SJR呢 一定要拿到至少 2个A减 当然政府供你呢 去念书 回来就必须帮国家工作嘛 吃铁饭 其实还不错的哦 那目前呢 开放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同学 SPM成绩出炉之后呢 不要好好关注 当局的官方网站 你准备申请哦 那如果想要出国念书 又很怕homesick 只怕想家的话 新加坡绝对是最适合你的 那新加坡的教育部 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中学生 设立了新加坡亚西安奖学金 Asian Scholarship 让他们呢 可以到新加坡念书 但如果是你考了SPM的学生 就可以利用这个奖学金 到新加坡就读大学先修班 我们叫做pre-U 直到参加新加坡A level考试 或者是其他的同体资格 那这份奖学金呢 包括全部学费哦 那还有每一年的生活津贴 和宿舍费用 就连O level 还有A level的考试 也包在里头哦 不过当然 只限考一次的钱啦 2021的亚西安奖学金呢 将从现在在线上开放 一直到6月13号申请哦 那7月到9月呢 则是考核和面试 如果你顺利过关的话 明年1月就可以在新加坡开课咯 其实咧 只要你有新学费的问题 其实真的能够解决的 因为呢 国外有很多大学 都会向学生呢 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当然 你也必须符合相关的资格 你可以先去做功课 上网找一些资料 或者是询问生学咨询中心 那有关的国外大学奖学金详情之后呢 直接联系你想要升学的大学 准备好你的resume 文凭等等 在招生报名截止日期前呢 成交你的个人资料 然后呢就等待好消息咯 建议能够申请多几千新仪的这个大学 学府的奖学金 成功的比例呢 会比较高哦 那订组学长呢 其实也在下方放了一些链接 不妨去看看 最后呢 最想要去到什么国家留学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订组学长 也别忘记按赞 留言 分享 让身边所有朋友 知道这个海外奖学金的攻略咯 最后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未成年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也会继续呢 帮你网罗 全世界的奖学金 以及 申请奖学金的攻略 到底有哪些呢 我是订组学长 陪你一起成长 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